Zither Harp 流浪的旅人看星星 喜水长留故乡亲 热恋的爱人看星星 千十万里常想念 银河洗礼的星星都数不清 数来数去已乱了心 从前的人们都数了多少年 怎么数也数不全 孤独的仇人看星星 缠绵飞车也未眠 久违的友人看星星 花圈月下来今夜 但是但是永远数不清 终时终时少了几颗心 那是琢磨不定的流行 破空而去重重不暂停 有的人一生浪漫 有的人一生活在他同志的心灵当中 这的确是一个有福气的人 才能把他自己的生活过成这个样子 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 看到的画面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位特别来宾 他能唱能写 大家今天也看到 他还能画 说明了这个一天天天在寻找星星的人 他的人生有多快乐 他是整个校园民歌的先驱者 他当时创作了许多的校园民歌 直到现在还被许多的人吟唱当中 当校园民歌逐渐示威的时候 他依旧在创造校园民歌 对他而言 发扬校园民歌是他一生的直至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那一份初心 他也从来没有让他这一份的感动 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所有的朋友们 感谢您收看今天晚上的今夜十点见 我是江汉 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节目当中 是我多年的一位好朋友 我第一次为了他把我的领带拿掉 当然很多人认为我过去的节目 也比较严肃一点 今天碰到这种一生活的浪漫 或者说一生没有什么规矩可言的人 我也必须配合着他稍微loose一点点 他是我们的很多人很多人的好朋友 我信他的歌也很好 所以通常我们要让特别来宾 先跟各位问好 今天我想我们就请他 先用一首校园民歌的经典 如果来揭开我们今天的序幕 如果你是朝露 我愿是那小草 如果你是那片云 我愿是那小雨 终着与你相为依 于是我将知道 当我伴着你 守着你时 会是多么凄厉 如果你是那海 我愿是那沙滩 我愿是那沙滩 如果你是那沙滩 如果你是那沙滩 我愿是那清风 永远与你插绵 你是否将知道 当我伴着你 守着你时 会是多么甜蜜 这首歌我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叫做如果 而这首歌的词曲创作人 台照门小姐 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今天由这位名歌的先驱者 来唱出这首歌 我说了 她是一个一生爱歌的人 我并没有写她是爱唱歌的人 因为她不仅爱唱 她也能写 其实还有一首歌 我信如果我在这里说出来的话 对大多数的朋友来说 非常的熟悉 就是蔡琴和潘安邦所唱的 那一个潘 但周星丽自从潘安邦先生去世以后 他曾经在潘安邦去世之前 在潘安邦的演唱会中 共同唱过这首歌之后 因为潘安邦先生的过世 他就再也不唱这首歌 我想如果这首歌 今天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 我就来告诉你 他就是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 也是今天我们特别来宾 周星丽周博士 星丽你好 好 江汉你好 真的我们俩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见面 这些年都是看在你在舞台上 各式各样三八的表演 所以我今天要稍微轻松点 因为她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然后 欣里也是一个没有什么讲究的人 是吧 随便 随便 欣里实在是民歌的创作者 刚才我说的就是因为那首判 是蔡琴的第一张唱片 也是潘恩邦 唱遍中国大陆的一首歌 除了外婆的澎湖湾之外 我把想你的心 我把想你的心 捉给漂浮的云 哇 这首 我是不敢在大师面前唱歌的人了 尤其他是一个这么会唱歌的人 但这首歌 我觉得包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如果 这都是在我们学生时代 最棒的一段岁月里头 常常浮现的歌 请你谈一下 你是校园民歌的创先驱者 当当年的杨璇的 《香愁四孕》开始之后 你是把一个最清新的 一些个创作出来 谈一下你那个时候创作的开始 因为我们刚提到的 判和纷纷飘碎的音符 那真的是我们那个时候 在大学时代都唱你的歌 直到来了美国 面对本尊 哇 崇拜的不得了 我们当初凭着你的歌 还去追女朋友 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你的歌 让我们有这一份的愉悦的过往 就是来谈谈看你那个时候 的创作的开始 好不好 事实上我们 开始第一代的写这些所谓的校园民歌啊 其实并不是说 要写一个什么 什么伟大的曲子 我们就是把自己心里想要唱的东西给他 写出来给他唱出来 所以那时候也不叫做什么校园民歌 那时候我们就说小歌 因为每一首歌都是 小小短短的 心情心心的 而且都有一些 随时可以 李大拿起来口琴一吹 大家就可以 甚至于拿一张纸 写一写 马上就可以 Follow就可以唱了 这样子我们是这么开始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在 19 70年代初 1970的时候 我那时候上大学 697年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 台湾这个流行歌也是已经很非常的风行 可是流行歌究竟是流行歌 这个味道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这个 童谣也好 中国民谣也好 还有很多的歌 爱国歌曲 什么抗战歌曲 什么都有 还有后来就是因为学习到的这夕阳歌曲 尤其乡村音乐 对 这一块 角色 乡村 还有这个 这个rock and roll 就是 就是那个 摇滚的这一 这一 那时候有那个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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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 Magic Dragon 哇 那个 我们看到你年轻时候的照片 大学一年级 大一的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创作歌谣了吗 写了可是不敢说是我自己写的 哎呀 这个真的是 对后来 重宝流场了 这个是岁月不饶人 不过只有现在的周姓利还可以无悔的青春 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活在青春里头是件很美的心情 因为像我们都已经觉得我们已经移入了茂蝶之年已经是老人 这一位先生到现在依旧青春依旧 不我是指心灵我没有指外表好吗 谈谈看 你自己这个怎么样让你自己一直停留在那个青春的岁月吗 我觉得是 心理的因素很重要 我觉得人生 我也是 很老了呀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算一算也就是算出我们年龄来了 有可以算得出来了 那时候1970 大学 二年级 判根纷纷飘坠的英府是你 几岁的时候的唱作 判是我在大学 二年级 二年级 七二七三的时候做的 我其实我写得很快 不到十分钟一个字没有改 一个字都没有改 就这样出去了 就这样出去了 然后 写完了以后 当年就是我们都是这样 那时候我记得写的时候在台中 我家住台中 那写的时候就用录音机把它录起来 然后就用电话就打台北去 我几个好朋友 那边就说 因为他们也喜欢唱这些小歌 我说刚才我写的一首歌很短 可能是最短的那个小歌 才 才 我把讲你的 24个字 只有24个字 后来很多那些 很多的版本出来 都人家自己加的 加了什么三四十段出来 叛语 既不是你 既也是你的 既是因为后来 那个凌晨在那个 警察广播电台 跟我做个特别节目的时候 反应非常好 可是美国人都说 美国人都说 当时没有叫粉丝了 就是很多要来要谱 他们就说 这个怎么那么短 是最短的一首小歌 这样 那我说 那就再 写一段嘛 就回答了 就回答这个 判 变成一个G 所以从那个 想你的心 就回头 谈起相似的弦 爱的诗篇 能够愿借心心相连 骚去想你的签 根本都不要写信了嘛 我想你 你想你就沟通了 今天虽然周心里不再唱这首歌 我一定要想办法逼他唱这首歌 这是很重要的一首歌 因为蔡琴的第一张唱片 之所以让大家对他有声 除了 他唱的 对他唱得非常好 那心里 你在明歌萌芽的时候 做了这些歌 然后当明歌正准备 茂盛 或者说整个在 席卷了整个音乐世界的时候 您就到美国来读书 一口气拿到了 歌大的双博士 又继续你的博士学位 双硕士 然后继续你的博士学位的追求 明歌最蓬勃的时代 你没有在台湾 没有 你miss掉了那一个阶段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很可惜的是在最茂盛那个时候 最 披靡所有的音乐市场的时候 你没有在台湾 也是一段可惜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 一个 喜爱自己的 工作 喜爱自己的 自己的爱好 虽然 本身自己没有加入那个 那个市场 可是 别人有在做 那我那个时候很幸运 就是因为帮帮我们好朋友 他就说阿里阿里 我一定要唱你的歌 这样子 所以原则上在那个时候 我作曲一直都没有断 一直都一直在写 那 这个怎么样传过去 就是刚刚才讲的 写一写 希望录音机录下来 然后就 电话里面就传到 台湾去 然后他那边的唱片公司就 开始 开始编 牌这样子 然后讨论 到时候电话很贵 我记得是 一分钟 一块钱 两斤 那个岁月我们都经过 可是每一次要 弹一首歌 三十分 到一个小时 不过很开心 那时候在念书嘛 我的歌还有人要 我就觉得很开心 所以一直都有在写 所以潘安邦那时候很多歌曲 一直有出来 都是我的歌都有在里面 都卖得很不错 所以也就是说 你来了美国之后 你还是 潘安邦的一些的歌 像那个《甜蜜的梦》是你来到美国才写给潘安邦的吗 《甜蜜的梦》其实 原来叫他两个梦 其实早就写了 然后 因为当年不是有什么 很多这个规定 这个新闻局什么规定 说很多歌词歌曲他们要审核的 这为了弄的比较 也比较像commercial 像一个市场的价值 《甜蜜的梦》就比较 都是很正面的嘛 而且很 很那个 甜甜蜜蜜的 所以就 他说 我说我是两个梦嘛 都会 好啦算了 就《甜蜜的梦》吧 那结果又唱红了 又唱红了 变成阿邦是最喜欢的一首歌这样子 他后来 我回台湾的时候 他跟我说 他后来不是重述江湖的时候吗 是是是 他说他我的 这些歌都要重录 要重编重作 后来 后来开始做 做了 有吗我不知道 因为潘安邦 退 退一段时间之后 在那个时间我访问了 我在94年的时候访问了潘安邦 我今天本来想把照片拿出来的时候 有点可惜 没有 拿到 但是我觉得 他那个时候 其实就一直很想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 我们说 当然潘安邦 并不是唱 校园明歌起来的 但他之所以被大家所认识 创造一个时代的 潘安邦 的确是周星丽老师的一个 功劳 因为他后来 到中国大陆会 红尘这样 让大家 都很喜欢 他的一个情形 有很大个原因 其实 也是因为你的几首歌 他那时候也是因缘忌讳 我记得他跟我说 刚开始大陆在开放的时候 因为对台湾的两岸的有一些 有一些 东西也蛮敏感的啦 所以如果提到台湾什么东西的 就比较 最好不要唱 这样子 那就 找一些歌曲 比如他很有名的 澎湖湾 澎湖湾 那是叶家修老师 那是澎湖 然后什么台北 台湾这个都是比较避免不用的 所以他就有很多歌 我给他写的都没有这种字 OK 就比较容易拿出去 但后来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拿去什么 春晚秋晚的 他都唱了嘛 所以后来他 他在那个节目里面要 一直要叫我上节目 我一直不肯 那一年 他就说 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那一年我回台湾是非常的 心情不好 因为我的父母亲都在住院 OK 我说不要上去 他说你一定要来 三个小时就好 那我就早上 10点钟的那个高铁 一个小时到台北 车来接 然后一小路营 一小就回台中 这样子 就那一次以后就没见了 就那一次 不过那 那一次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在 在电视台是非常的开心 对了 很非常感兴 其实当我访问潘安邦的时候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因为修佛修得蛮深的 那他的很多的 意念就完全不太一样了 但最重要的是我要说的是 你还是一个创造了那一个时代的潘安邦 因为你的几首歌对潘安邦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要做的就是说 一路我们要和平常我访问每一个人的故事 挖得很深很深的东西 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能唱歌的人来到我们心里 心里呀 我们俩的交情有好几十年了吧 不要说因为他很老 很多年 OK 那我今天非要 可不可以来一首一小段判 好不好 一小段判 你不准哭就死了 OK 因为这个人也是没有什么出息 很爱哭好吧 来一小段那个导播给我们一下 创造一生传奇的这个 这个潘安邦好了 那个标 因为我觉得潘安邦是值得要被提起的一个名字 因为 整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一个印象 他那个时候实在是 突破了很多的境界 像有的时候我先到很多一些 国内的朋友们的场子里头 他们都希望我唱 外婆的澎湖湾 或者潘这首歌 但今天我们请到持续 虽然他告诉我说 从 从潘安邦走了之后 他就不再唱这首歌 来一句吧 OK 我给你 我给你扮小小丑 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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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眼泪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 不准啊 心里不准啊 我们大男生在电视上不准哭 唱一点点 唱一点点 我把想你的心 拖给飘过的云 愿我扎美的风 带来喜悦的情 带来喜悦的情 就二十四个字这么好听 我把想你的心 拖给飘过的云 愿我扎美的风 带来喜悦的情 带来喜悦的情 哇这是大诗大诗大诗 今天各位朋友真的是因为我的关系 周心里多少年不唱这首歌了 但这首歌实在是好听 这是小歌 但是可以让大家都觉得很有味道 那么我们知道 周心里虽然 不算是学霸了 但是一路读书 双硕式的又拿到博士学位 但你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个 大学的教授 但虽然他一直都在大学里头教书 今天我说的说你是一个 永远无悔的青春 我觉得我这个标给你落得非常好 就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周心里是一个 一生无怨的青春 就像我们说他已经 早就可以拿老人票了 已经拿了 就说现在都是半价了 但是你看这一个人 早就半价了 人活得很 我觉得心里谈一下你自己为什么 你就是那一个 我一直觉得说 这个人 你说他是大教授了也好 你说他是一个 最重要的是我最恨的是 他是一个很有资产的人 好吗 我一向从事有钱人 希望你们知道 我很从事有钱人 那么就是 但是这样一个有学术的位置 也有所谓身家的人 但是他一直有一个同志心 周心里你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吗 我那么老了 长大了 但是你有一个 那个赤子之心 事实上我就觉得 第一 因为 可能家庭的因素吧 因为 爸爸妈妈一直各位都很自由 他说你只要把书念好 其他我他们不管 很信任我 所以而且他们这我爱唱歌 可是就是不准我去唱歌 当然 去走这条路 那我其实是很不喜欢念书的一个人 可是偏偏 家里的孩子里面 我可能算在念的比较好的那一个 OK 然后就变成说 全家人就看你一个 光中药主什么都来了 那我爸爸又很爱面子 我的朋友的某某人在那里念硕士 那你应该可以试试看吧 那我爸爸就很会这样拿这招来 来说试试看吧 那我这个人不认输吗 我就试试看 就试了这样子 事实上我真的是不喜欢念 不喜欢你不喜欢念书 我爱唱歌 就是爱唱歌 爱玩 画画唱歌跳舞这样子 可是念了嘛就念嘛 对不对 我们反正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就是 也是跟着爸爸妈妈他高兴我就高兴了嘛 所以就这样就闯到 格伦比亚大学去了 同学人都觉得说 这心里怎么去 格伦比亚念书 很奇怪 是不是 同名同姓 这样子 OK 所以就这样才念书的 可是在旁边 唱歌表演 你还是 我一直没有听 没有听 尤其我以前 我以前唱得很好是台湾民谣 台湾民谣 我们也许今天找一个时间 不要 台湾民谣 来了我节目里头就可不简单 OK 就说我可以随时要求 都不在限制的里头 因为台湾民谣里头也有很多的好歌 虽然都不也许不在我的准备里面 但是 心里就说 哥大拿了博士之后 好像你在 学业上是交代了 对父母的交代 但是你的本性 其实 就还是一个喜欢唱歌 热爱表演的人 其实你没有听 虽然我刚才说在台湾的 校园民谣 蓬勃的时代 你不在 但是事实上在美国 事实上你们那个时候也把校园民谣 带到了所有华人世界里头 一直都没有听 因为我们 我当初其实刚出来这个 乔士尔或者 洋人 派里面唱的 其实都是唱台湾民谣 然后有时候换成英文 这样子 我那时候其实说如果说 在那个时候 在纽约比较有一点点名字的话 是台湾民谣 可是那时候 80年代 这个 校园民谣已经那个名字已经有了 叫做 Campus Fox Song 就是民谣 校园民谣 这个字 已经不是小歌了 那时候 很疯狂 因为不知道说台湾也是这么样的 轰轰烈烈的 所以那时候在 去买那些唱袋 就好开心 我的歌怎么都印上去了 很开心 可是他们那个台湾的这个唱片公司 一直都有来电话 要我写 要我的 我的歌这样拿回去 所以我一直都要在写 可是 自己不知道说 我怎么 我没钱写歌就是爱唱歌啦 谁写啦 怎么可以卖钱 因为 全部都走到这个商业化 可是这个要谢谢他们这么做 因为 这样才有办法把一个民歌的这个 非常 Main in Taiwan 这种 很 很好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东西 能够开发出来 也是那个年代大家非常有需要 然后 笑语民歌这个东西 也就 陪伴着我在 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这么多年 我就有一个音乐的 调剂 Balance 对然后 你说保持一个心情 可能就是 我这绝对就是音乐 的力量 给我这一副力量 而且这个绝对是 台湾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后来 这是很国际性的 因为民歌 是一种 Combination 就是各种东西 凌结起来的 一个产物 就刚刚我说的 中国的 诗词歌副 民谣 台湾的民谣 流行歌曲 Rock and roll 什么都 合起来 心里当然 在你身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质是 你是一个 一声爱歌的人 你知道在疫情这段时间 你没有机会 你每一两年 其实你都会做一些的表演 但这两年没有这样一个公开的机会 你却在这一年之内写了200首歌 200多 200多首歌 所以你是一个创作很丰富的人 我看了一两首你写的歌词 导播给我一下周博士的歌词 好吧 我觉得那个歌词 写的很美 就是说 这是你这一年来写的东西 我 我其实你200多首 我只找了一两首 你来你来 这是旧歌吧 是这一首 这个是 其实是今年 2020年 OK 年初才写的 年初才写 真的很 很有味道的一首歌 你来你来 承熙 扣窗台 你来你来 晚霞 五楼台 跟押韵啊 那种感觉 心里其实你 那是周派 周派 就很周派 帮助就是周派 太抬许我了 我的歌都有押韵了 就是说 每一句都押 押 你来 你要唱吗 你来你来 就两次 都是还有以前那个校园民歌的味道在里面 是是 可是你要晓得 为什么 作为一个校园民歌的一个先驱者 他自己还要不断的说 我要持续这样一个校园民歌的风格 让他不因为时代而示威 你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哪里 我觉得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 这20年的风华 的一个校园民歌的非常风华绝代的一个 一个阶段 真的是 我有时候会说 这个也是台湾的一个文化大革命 而且这个革命是一个非常的 是文化的音乐的 这很了不起的 一个 灰黄灿烂20年的东西 简直是风行全世界的东西 当然这个是一个成就 可是很可惜的 90年代底的时候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东西就消失了 或者改很多 很写的很好的这个 这个民歌手跟写词曲的 都 改行了或者 不见了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传下去的东西 所以我的感觉是说在这个20年内 可能 我们写出来的这些 校园民歌可能有几百首吧 也没有大家全部都 都熟悉 其实都有 非常好 每一首都非常经典 我们熟悉的其实恐怕不会超过20首 可是可能是 如果在听听扁 你们 会发现 真的是了不起 可是到了90年代不见了 很好的一些那个 写歌词的写歌曲的 可能就是 环境的改变都也转 转了行这样子 所以都走到另一个的一个阶段去了 所以民歌就等于是 校园民歌等于就是 就等没了 那我是觉得很可惜 我心里想说 总是可以持续的 因为校园民歌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一个各种 就好像我们说爵士音乐啦 摇滚啦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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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灵魂啦 蓝调 应该都是 已经有一个叫做 民歌 这个东西出来了 所以我想 在音乐界里面 他们在 在编曲 编唱片 哦你这个 编成什么味道呢 这民歌的 就知道是要 什么味道的 我要编成爵士 就做了爵士的 我觉得 校园民歌已经有这个精神在里面了 那这个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创作 全世界都在唱 而且我一直觉得这个歌为什么有市场呢 因为他唱最年的感觉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写 而且怎么样的 很干净 干净 我常常说校园民歌很环保 谁来 哥哥姐姐妹妹家庭 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来唱都不会脸红的 这种歌应该传下去 而且我觉得 各个 世代的年轻人或者 成熟的人都可以写 因为写你心中的感觉 所以我才觉得说应该 应该不要让他忘掉 变成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 继续写 那这 这一年多来在家里 就一直尝试着各种不同的这个 很多各种不同的 的味道的 写法 那加上我自己是有一个比较 占便宜的地方 是我可以写词跟写曲一起做 所以就 很方便 就不是说去 去跟人家要歌词什么的 所以出来就出来 要改就改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是比较幸运的地方 所以才能写这么多 然后再加上这个 币义在家里 其实也蛮无聊的 那灵感就一直出来了 才有这么多东西 讨出来 还印了几本书 其实我这一点 我真的觉得很佩服 就像辛迪刚才所说的 因为 要把校园民歌 这个曾经在我们生长生命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是持续下去的 而就变成一个风格 就像你说的 摇滚也好 爵士也好 或者 灵魂 拦掉 对 你可以变成是一种 所以这个清新的小品 是一直不断的 我让你导播等会 会给我们看了几个 新的教授 这一年来出的那些书 把这些东西都留下来 而这一些 留下来的部分 可以成为 日后很多人 延续学习的部分 你看 这就是你 你把这就两百多首 都是你这一年 当然还有一些过去的 一些的你个人的创作里头 民歌有情 然后把它这样子 编编编编 编编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 要很感动 不过 说句实在话 也是因为你有条件 OK 自己 自己可以出版我的要东西 不受人家 你想得就像你说的 严格讲起来 就像你说很多 你希望一直有人 一直写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停止了创作 因为现实所迫 你要他怎么办 如果没有 演出的舞台 没有一个 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要奔波 我至少 这方面还蛮幸运的 一毕业就找到工作 去 学校里面 教 然后 交出是你的主要收入吗 变成后来变成是 可是一直也没有 生活上的困难 因为家里很支持我 我就说 我就跟你讲 天底下就是很多人这个八字好 生的家庭好 然后加上自己有投资的眼光 这个法拉 不讲了 不讲了 不爆料 这个法拉圣 没有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老天总是给你留一条路子 然后 只要不放弃 什么叫老天给你一条路子 老天怎么没给我你一样的路子 我是说 当机会来的时候 你如果说能够抓住 然后就走 然后 不要怕 很多人我想是因为 害怕就不做了 或者放弃了 像我在 歌纳念书 我这个人八竿子 打不到怎么可以念书吗 所以你的博士是真的 他是真的 我给他给你看 你到歌纳去查 你是绝对可以查得到你的资料 你去查 因为那个论文也要交给学校 你的指导教授有签字的 都有 学校卒书馆都有了 你去找吧 我们等会还会聊一个别的东西 就是说 心理老师还把他在 我会很好奇的 也许我们今天有时间的话 我们在 这个他有拿到鲁美 刚刚我们导播跟我讲 鲁迅美术学院 在国内可是 是定流的 公共大陆是很有名的 定流的 这是聘书是真的 这后面还有 还有官方的戳艺 校长的前述 有 有些人聘书到现在还要封存30年 就是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 那我教的不是音乐啊 你在这还教的是历史 你是谈历史 我教的是西洋美术史跟教育心理学 因为我是教育博士嘛 教育心理学跟西洋美术史 爆脏话了 就是说 这个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有多方面的才能在身上 我是十几面 十几面 说到十几面 我们说我们今天永远这个节目是 说说唱唱 刚才你说了 所有的流行音乐也好 民谣风 其实是最摸着人心的 有一首歌其实是民谣 但是呢 他却唱出了流行的味道 到后来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 所有的华人朋友心中 非常熟悉的一首歌 我们小的时候把他当俄歌 当名歌 但后来有些的流行歌手 把他流行歌曲画 太胡传 我相信 很多人都很熟悉 我们听听看 欣灵老师给我们带来这首歌 太胡传 这首歌 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人唱 就有不同的味道 那请问您现在是用 哪一个年龄层来唱 我不知道 您可以中间可以跟我们三个年龄 等一下 等一下一开口就出来了 您歌就是这么唱的 是的 好 还可以变个首歌吗 我不行了 再说 三尽水鸣 又静静 浮行飘来 风一阵 想我要疫 按下 新疟 红休 好 我睡 Review 都不行 那天 现在 眼里 叠套 就en 我们 亡 lessly elines 鸭静 鸭静 三清水明又静静 五星飘来风一阵 我跟你讲 星明你不要再叫我唱歌了 所有观众可能就说 我看你主持节目 已经很独揽 很讨厌了 你还来唱歌 你歌声那么烂 但是就是我们一个 共同的成长性 其实我在找你的资料的时候 你说你可以唱泰晤川 我才突然觉得 这是竟然是 盛哲阿姨写的词曲 怎么可能啊 这么美的 这么美啊 这么简单 而且把整个味道 你看嘛 三清水明又静静 无心飘来 你说其实这个中华文化的东西 你晓得盛哲阿姨 他是道地的台湾人 然后他后来到了 随同父亲到了日本上海 你晓得这个东西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歌词 可以弄得这么美 我觉得这一代的人 给我们的东西真的很好 好了 我要谈一下 其实虽然我今天跟你开了很多玩笑 那么说到了你顺遂的成长 其实我说了 你是一个不受制式的一个标准的人 包括你后来的教学 包括你的一生的作为 你常常是我想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但是呢你要晓得 可是我今天谈一点现实的东西 比方讲 就像我们说很多的人 他有为了生活 对不对 那周星丽是一个这么鸳鸯蝴蝶拜的人 是一个这么有赤子之心的人 可是不可否认你还蛮有投资观念的 这个东西有没有冲突 还是有一些家学的渊源 就算我刚刚说的这个 如果上天开个门 因为我也不会做生意 那就是喜欢 像不像 对 这种鸳鸯蝴蝶 那因为从小就觉得对 对某一方面的这个 所谓的做生意的有兴趣 比如说房地产什么东西的 我就有兴趣 然后在人家不敢做的时候 我就丢进去一点点 所以你还是一个有胆量的人 因为我一向就是这样子不安 就是反正做了就做就做了 反正做就做了管他了这样子 也摔过胶没 好像没有 不知道 没有想那么多 有的时候听人家讲话 有时候气不打一处来 就说我们可能也在做一些投资 怎么摔胶摔的片底泥伤 人家好像在投资里头 没有摔过胶 我不知道 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我就说八字好吧 我是觉得当那个机会来 刚刚说过机会来的时候 您如果说你抓住了 而且我觉得也不要太害怕 然后再加上就是 就是不要把全部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然后留一点点这样子 可是机会大的时候 如果你丢进去不要怕 可是要很认真 要盯着做这样子 因为我喜欢 所以我就做了 除了唱歌以外 还有念书苦的钥匙 就把它当成一个娱乐 然后每天看那个纽约时报 在那边看看 这样子 然后就觉得 是一个娱乐这样子 反正每个礼拜 纽约时报 我拿来看 都是要看一堆的 顺便就看看那个东西 然后身上一点零钱 就丢进去这样子 身上一点零钱 真的听得很讨厌 身上一点零钱 不过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说 你虽然受限于 这个人是不爱读书的人 可是 因着要给父母一个交代 读到了这个藤校里头的佼佼者 然后拿到了博士的学位 好像交代了父母了 但自己的东西没有丢掉 有那时候在念书 也都到club唱歌 赚一点小钱这样子 我也在街上唱过 你也在街上 在那个第五道的那个 Saint Patrick 你Android的成分多 对 因为也要尝试一下经验 我想那么多人在马路上唱歌 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丢钱呢 怎么唱那么烂 有人要 可是真的纽约真的会 我记得在那个冬天冷的药子 穿一个长跑 我穿棉袍 弹吉他就唱歌 你就那么大胆 很赶的 就在那个第五道 那个Saint Patrick Saint Patrick 叫他门口 那个楼梯上 就结果就摆了一个 一个那个帽子 这样子 就有人丢掉 乱唱一气 美国人 你会让人很奇怪 今天我们请大师来 我们上面有点赞 也可以 也可以 有 有 有 我那一次我记得 在那边站的时候 四个小子 赚了26块 好多了 那这一个小子两块半 那个基本工资 对 所以你是一个这么爱歌 诚信的一个个性 所以说歌陪伴了你的个性 所以到现在你朋友这么多 然后大家也都喜欢你的个性 就是你是一个把自己生活里头 让歌充满 我觉得其实人就是要活到你这样 像我们还得要养家活口 要上面有老的 下面有小的 你是一个没有受拘束 或者你也不让这些拘束 成为你羁绊的一个人 我这里面就要提到说 我很感谢旁边有很多位朋友 包括你在内 我们一起有时候演出也玩得很开心 旁边很多人都非常的 一起玩玩得很开心 玩得很有成就感 做了很多公益 我都是做公益的 我们都是做公益的 我觉得做公益这个idea是很好的 对 在美国这么多年 我学到一点就是说 就是说公益不要分什么 大多或是少 大还是小 我觉得你如果要捐钱 捐100块跟捐1块钱都一样 这个观念我觉得在美国人的 尤其在纽约人都是一样 最主要是参与了 对 可是我们的人可能传统都觉得 哎呀我捐1块钱不好意思 不好没有面子了 可是老外不会 你看他们捐1块钱 我很得意啊 就表示说他们是参与感很重要 那这一点我是觉得 因为这样子我就 就跟他们那些人相处的时候 我就可以很轻松的 就是说不会顾虑到这一点 就觉得参与感很重要 然后很多朋友就跟着我一起做 是 做新的都做我干嘛不能做 他们都以为我是说什么了不起 一起玩这样子 我非常感谢 对 很感谢这几十年来在纽约 本来我也没有想要留留在美国的 嗯 后来觉得这里还蛮合适我 而且加上学校教的书啊什么都是蛮 我蛮开心的教 我很很爱教 您已经正式从教职上退下来了 我是已经我先退休了 我就非得要逼出他的面 你知道吗 你算一算我大学12年纪是1970嘛 现在算一算这几岁了 1970年是大学12年纪就是18、9岁 现在算一算时间已经是50多年以后 这下子应该也有个已经过期了 还没有过啊 刚刚好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没关系 这个心里 我说今天我们就 这个节目希望我们不是每一次都挖人的故事 那我今天请到心里来 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带什么 有一点风格 刚才你 你说有一些的台语歌是你非常喜欢的 我完全不再安排在节目当中 有没有哪一首台语歌是你可以复习 因为有一回我到加州的R1去主持节目 OK 突然 现场当然都是中国大陆来的朋友 我就突然唱了一首望春风 望春风 哇现场的人非常惊讶 说哇台语的歌谣这么好听 OK 当然我是一个不过再强调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 那么有没有哪一首台语歌曲是你自己 六月茉莉我也听你唱过 很多歌里都 六月茉莉可以唱 你真的唱个六月茉莉好不好 我没有准备 试试看来两句吧 六月茉莉你知道歌曲吧 我不知道 就用茉莉花去表达一个 一个单身女性的心情 唱两段好了 一首歌曲 六月茉莉你真真水 龙君哪是着你都真高水 好远茉莉你都生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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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啊 娘啊 你就 手甘啊 棒 何悔 哪就 有 浪漫 心啊 臉啊 没 滚啊 你就 去 依是 人 哇 心里你知道这首歌 你在唱的时候甚至把那种 你知道我们看到的那种 拿着七旋旗或者乐情的那些的老艺人 就是街旁的艺人 你把那个转音跟那个调跟那个 甚至那种难管的那种唱法都有 不完全是你唱民歌的味道 我非常得意 请你唱这首歌 因为这个其实像笑语民歌 受中国民谣 十十歌副 这个台湾民谣的影响很大 他要跳民歌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总和的东西 这我才说他很有国际性嘛 那这个他民谣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也写台语的教语民歌 我也写了 里面应该有 那个有所叫王看君在民歌语音里面就有 然后还有学所叫田川歌仔也是都是这样子 校语民歌本来就有几位在写明南语的 所以他民谣的这些韵味的东西其实也都是从大陆那边传过来的 那些民谣都有那种戏曲的味道 对我就觉得刚才您唱的这个东西是很有戏曲的味道 那种尤其那个转折那个东西很有味道 而且他好像一个的单身女性在在暗议院或者在暗暗 也许很多我们的观众朋友对这首歌词不是很熟悉 你要知道这首歌词就讲到一个少女怀春 就是在等待一个男性出现的时候一首歌 其实这首歌实在蛮美丽的 不过就今天我就说我们下一集会谈到心里老师的教学的风格 以及他在中国大陆东北成为一个相当受欢迎的老师 我们谈一下他那个部分 对 我不能广拆拆你的台 我要捧你两下 没关系 心里老师是一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能够活出自我 其实这个很重要 就是让人里外都能够合一 不过刚才心里老师说到 这些年来当然他也知道 我不太主持节目 除非是公益的活动 那心里老师也是 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合作 我觉得人看到我们身上所得到的东西 就觉得我们可以对这个社会多付出 有一首校园名歌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所有我们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觉得那首歌太美了 而那首歌其实就像周星利刚才所说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别人的阳光 也可以是别人的小雨 我们有的时候发挥 你不是一百块一千块或者一块五毛 那个阳光和小雨 温暖了自己 也温暖了别人 今天在我们这一个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校园名歌的经典 请周星利博士给我们唱出这首 《阳光和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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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 阳光不见了 世界会变冷 什么也看不到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小雨不下了 水儿不再流 花儿也凋谢了 因为我们心中 常作有一份爱 说一阳光和小雨 会与我们同在 爱就是阳光 爱就是小雨 阳光和小雨 离不开我和你 继续唱一段吧 这个想到 又想到潘邦的歌 这是潘邦个人也相当有名的一首 《陈明泉》 来再给我们一段吧 因为我们心中 唱作有一份爱 所以阳光和小雨 会与我们同在 爱就是阳光 爱就是小雨 阳光和小雨 离不开我和你 给我们一点伴奏 我用几句话作为结束 好不好 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了周星丽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和我们谈一谈 孝月明歌的过往 也谈一谈 是什么样的心境 让他这一个 人生期时 还是一直都活在 音乐和歌唱的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份的心性 周老师是活在一个 里外相当一致的一个人 但是我绝对相信 一个医生有歌 有音乐的人 他的人生永远是最美的 周老师的人生故事 当然不止如此 他会唱的歌 更有无数 我们希望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再请他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给您带来 你所熟悉的许多 国语老歌也好 或者孝月明歌也好 因为这一个爱歌的人 可以给我们 在这个岁末年终的时候 在所有佳节的时候 给您带来一些许的温暖 愿这样的阳光和小雨 成为我们这个节目 最后对大家的祝福 我们谢谢所有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也再次感谢周心里周博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有机会 能够再听您唱歌 下个礼拜我们唱 《相思合伴》 哇 谢谢 好不好 这个人 不不不 南平晚中 南平晚中才是 所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所有海峡两岸都很熟的 你又在点歌 我跟你讲 我是一个活字点 虽然我不会唱歌 OK 但是我是歌曲的 我做广播做什么都年 歌词 歌曲对我来讲太熟悉了 来 谢谢所有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谢谢周心里 谢谢 谢谢 拜拜